同学们好,欢迎收看秒学Ruby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中,我们讲了迭代器的相关知识 也提供了自定义迭代器的方法 同学们也可以根据上一讲的内容去实现自己的一个迭代器 去了解一下具体内容 迭代器的相关知识呢,重在多写 多写才是述称的必备之法 好,迭代器就不多说了 来看一下我们本节所要学习的内容 Misc in,混入 早在讲模块的时候 我们就略微提了一下Misc in 混入的方式将模块混入到一个类众 而在今天,我们会详细介绍 模块的特殊之处和Misc in的更多的细节 来看我们本节课的知识要连 本节课主要分为重新认识Module和Misc in的两个知识连 那好,我们现在重新认识一下Module Module它是一个模块 模块和类在Ruby中它不是孤立的两条 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 是什么样一个关联呢 我们来看一下 早在类的学习中的时候 那个知识节的时候 我们学习了这样一个方法 或者函数叫superclass 是用来看一个类 它的负类是谁 我们知道string的负类是object 那class的负类呢 C要大写吧 小同学们不要犯这个错误 是一个module 那模块的负类呢 是一个object 那只是说类class是继承于模块 它有模块的很多的特性 这也是我们看到的 我们在学习模块的时候说 模块像一个类 其实是不准确的 就相当于说是小明的爸爸像小明 这是错误的 我们应该说小明像他爸爸 类其实更像一个模块 这里我们就理清了类和模块的关系 让我们看一下 模块和lamespace 也就是命名空间 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在Ruby中 是没有命名空间这样一个词的 而只有模块 而命名空间 它是用来隔绝 隔绝什么呢 隔绝可能有重复的类名 有重复的变量名 有重复的方法名 可能同学们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感觉 这肯定需要很复复的项目经验的时候 在做项目的时候 很可能有类名 它是会重复的 重复了怎么办 系统是不知道去调用哪一个类名的 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类 放到一个模块里面 起一个隔绝作用 比如说都叫student类 A模块的student类 所以A冒号冒号student 和B模块中的student类 它们就被隔绝开了 也就起了一个命名空间的作用 那如果A模块和A模块又出名了呢 我们可以再塞一层进去 完全隔绝 这是模块的其中一个作用 模块其实在Ruby开发中有很多的使用场景 那现在我来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吧 一个叫device crew 这个device的模块 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做reals开发的时候 同学们可能会知道 device它是用来做用户信息验证的 就比如用户名是否正确 用户名加密 用户登录过后 自动更新IP地址 自动更新登录时间 它就是做这样一个用途 而device里面 它是一个大模块 它这个模块又分为了很多个小模块 比如说更新的模块 判断用户名的模块 认证的模块 而这样几个模块分下来过后 如何包含到一个类里面去呢 比如现在我们有一个user类 user 这样一个user类 它把模块这样用include的方式 含进去过后 就可以掉用了 而假如我要用登录的这一部分 就这样子包含 然后就可以使用了 关于device的更多细节 同学们可以登录这样一个网站去看一下 这些圆码 其实同学们都应该已经看得懂了 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 没有讲过的知识点 同学们可以只看它 做用户登录信息 还有用户密码更新的那一块 如果关于网络的那一块的话 是可以跳过的 可以跳过的 好 回到我们的下一个知识页 misk in misk in混入 我们来看一下include和extend是如何使用的 记住我们是一门实干的课程 写代码才是我们的重点 打开sublime 新建一个叫module.rb的文件 然后开始写我们的模块 在这里我们写两个模块 第一个模块叫做 a吧 里面有一个方法 里面有一个方法 greet 打招呼嘛 那就打招呼吧 第二个模块 叫做b 不过它里面是一个类方法 不过它里面是一个类方法 还是我们的一个熟悉的hello 两个模块 两个模块分别带一个常量 叫做a等于1 b的常量b等于2 然后再来构建我们的student类 student类就是白写不厌了 在这里我们会分别用两种方式 导入a模块和b模块 我们先用include的方式 导入b模块 用extend的方式 导入b模块 然后在中段里面运行 看一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好像这里有个不对的地方 同学们注意一下 在模块和类的命名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首字母一定要大写 而如果全部小写的话 在luby里面是算报错的 所以我刚才写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代码 非常严重 好 清除错误过后 我们再用extend 把first给汉指南 在中段里面去跑一跑 看一看 导入我们的文件 然后初始化我们的student类 调用一下我们的方法 grade 可以使用 它被混入进去了 那很多我们混入进去没有 在上一次的模块的知识节中 我们用include混入了一次 没有成功 那我们这一次再来试一试 用extend 可以不啊 好 我们来调用看看 没有反应 报错 还是不能调用 那我们同时也extend了first模块 我们试一下 在student类中能不能调用 这样一个方法 是可以的 那这里说明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 模块的自己的一个方法 我们且称为模块方法吧 它不是类方法 它是永远不能够被混入的 混不进去 用不起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模块的方法 分别通过include和extend 被派到类的两种方法里去 include会把方法 派到实力方法中去 而extend会把方法 派到类方法中去 这是模块的两个非常重要的 基本点 也就是mix in的重点 明白了这两个重点过后 同学们再来看这个叫 device cool 就比较轻松了 因为它大部分都是模块的混合 它为了方便其他的开发者去集成它的模块 它做了非常多的模块之间的调整 一个模块就包含好几个模块 你还可以选择性的去混入它 好 本节课就讲到这里为止了 同学们好好的去看一下这样一个cool 这就是本节课的作业 好 谢谢大家 段于本节课的收看